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年都会在中国新建学校为儿童提供良好教育 你们这些侵略者让我中华山河破碎 尸横避野 行行吧同胞们 再不反抗 中国就亡国了 你们想干什么 放开我 谁就在这里毙了我 过吃啊 过吃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一点骚动 希望各位不要在意 下一位提问的记者是 没有人想再提问呢 这位记者 请 我是雅辉通讯社记者肖图 请问您对目前的中日战事有何看法 日本和中国一亿带水 本该是山林友好的关系 如今却深陷战争之中 受苦受难的百姓我为之心痛啊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改变当前军事的方法 小记者 你有什么高见呢 我认为应该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 通过中日政府的外交努力解决争端 好 肖先生果然间接独到 蒋介石政府丝毫不为自己的人名着想 只有像王敬畏先生这样十大体 古大局的人才称得上是哀国者 小记者 我希望你就今天的采访 好好地写一篇文章 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武藤之雄对和平的渴望 好吗 领事 我一定竭尽所能 以上就是 小军 来 干一杯 小军 上次的文章 我看了 你写得非常好 不过 还有不少民众 被某些报社的无量言论迷惑 不能理解我们的善意 别人的看法又何必在意呢 小军 你是报社圈子的人 打听消息也方便 能不能听你为我整理一份名单 把所有发表过无量言论的记者编辑的名字 统统地记录下来 难道领事打算 怎么样 小军 没问题 请领事放心 小军 在我看来 你前途无限 谢谢武藤领事 看来日本人要向报界出手了 发表爱国社论的人 大部分都是我党和国民党 隐藏在报社的统治 如果你把真实的名单交给日本人 这些爱国人士势必会遭到迫害 可是如果你不交名单 或者交一份虚假的名单 就可能会永远失去 接近日本高官的机会 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 用牺牲换来的东西 是否有更高的价值 你来做决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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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到对方的情报站 提前通知他们转移 以后还可能会发生一些紧急情况 你有必要了解一下 我们的紧急联络信号 这个梅花袖扣 代表终止任务 紧急撤离的意思 我明白了 做得很好 小军 谢谢领事夸奖 进来吧 普通领事 按照这个名单 开始吧 联队 出发 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谢谢你们通知我 我会战斗到底 懦夫未死终需死 只是求人 记得人难 做掉了五个 其他的 不知道从哪儿听到风声炮了 我们正在追 不错 小军 看到了吗 多亏你的名单哪 领事英明 哈 哈 哈 干净处理干净 哎 还好 哎 扔进黄埔江 是 他们死了 被我的名单还死了 组织已经提前通知了他们 可惜了 如果我不交名单 或者交一份错误的名单 古风 这样的情况 已经不在你的掌控中了 为理想牺牲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有一天 你也会明白的 小军 哦 早安领事 小军 早安 哦 这位是 啊 小军 想你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 我的女儿 武藤淳子 是一名历史老师 原来是武藤小姐 在下失礼了 淳子 千里迢迢跑到上海 就是想亲眼看一看 历史悠久的中国 父亲 我可是真的 因为想念您 才到中国来的 小军 可否请你带着淳子 在上海繁华的街区转一转 见识一下 立中友好的 和平景象 没有机会带领武藤小姐游玩 在下非常荣幸啊 好 那就拜托你照顾淳子了 谢谢小军 不客气 可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父亲 多么 不要急 来上海以前 我还担心中国人会不会仇视日本人呢 没想到大家能够和平共处 看来大东亚共荣圈不是骗人的呢 当然 其实我们大心眼里感激日本人 你看这街上的一片繁华 正是大东亚共荣的写照 谢谢你 我很高兴 小徒 丰 小徒 你竟然和日本女人在一起 我看到你在亚辉社发表的文章了 你的文采还是那么好 但是 我觉得非常恶心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罢了 小徒 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都是以前的事了 来 我们先离开这儿吧 我救草 多多 父亲 回来了 怎么样 有萧军这个向导 有没有满足你认识中国的心愿 怎么 今天玩得不开心吗 萧军照顾得很周到 我看到了上海一片和平的景象 很好 很好 今天真是要多谢萧军了 哪里哪里 这是我的荣幸 淳泽 时间不早了 你去休息吧 小军 坐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我 我很欣赏你的胆识和谦谨 希望你以后能为我办事 当然 作为报酬 每月我都会给你三百元的交际费 你 意想如何 啊 武藤领事看得起我 我当然愿意 不过 三百块 有点 欲望越大 动力也就越大嘛 那就四百元吧 月效全马之劳 你先回去 等待我的指令 您好 我在找一本叫做荣摘六笔的书 荣摘随笔 只有五笔 可我明明在图书馆见过 是吗 那你跟我来 我们去仓库找找 胡逢 你最近从领事馆得来的情报非常有用 我们的上级特意表扬了你 我们的上级是 我只知道它的代号是第二号 它掌握着延安 东京 莫斯科三条线路的情报往来 是个传奇人物 我如当以来也未曾见过他一面 哦 上级还有什么指示 第二号提到 日本人正在准备实施一系列轻角行动 让我们务必多加相信 你要的书拿去吧 小军 令师 您找我 上车 今天和我一起去办一件事情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办好了 我就给你安排一个新的工作 红通领事 这次的情报非常有价值 赏赐烧不了你的 谢谢领事 谢谢领事 走吧 小军 屋内 方老师和同学们已经被日本宪兵控制住了 小徒 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你心头涌起 小徒 你这个狗汉奸 我打死你 真名 令师 这怎么回事 小军 你从立本回来 第一个在我访的地点 就是这里吧 是 方汉舟曾经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拜访他 可我听说 你们两个的关系早就破裂了 对 因为当初我执意去日本 方汉舟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但是 他对我不仁 我不能对他不义 京都的特产 我给他带到了 至于他吃不吃 那就跟我没关系了 小徒 你 人之以尽 小军做得很好 你这个日本人的走狗 我只想学习日本的先进理念 不像你 整天还在办这些个落后运辅的文学生 哼 没这么简单吧 方汉舟 表面是吉人大学教授 为人师表 德格王中 可他暗地在学校宣传反例理论 多次组组织反例集会 我们已经确定 他的真实身份是 中共 地下党 你们放开我 我不认识什么地下党 那不是你 难道是他 是他 是他 还是他 放开我的学生 那好 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要不立刻交代 你的上下纪是谁 要不现在 你们的学生跟我走 你开枪吧 小军 交给你了 小徒 好你汉奸糟糕 你跟你拼啊 不是 叫小龙 不要 小小龙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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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 你在干什么 我最后下的决心 是方老师的 放开 这是大罕奸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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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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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方老师不可能在日本人手里活下去 他要么被迫招供沦为叛徒 要么就在日本人的酷刑中体会无间轮回 来 压压惊 方老师的死不仅可以保护你和孙先生 某种程度上也能减少方敏的危险 武藤令氏 后面的事情已经全部安排妥当 你去吧 我和萧军有话要说 萧军 这是你第一次杀人吧 对方还是曾经的老师 真是难为你了 做什么事情都是我第一次的 就像刚刚也是我第一次抽烟 我适应得很快的 很好 萧军 你的心理素质我非常满意 不过你还是不够冷静 你绝不应该这么早就杀掉方汉州 他肚子里可有不少秘密呢 我给你的这份新工作 可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 走吧 我们到领事馆好好地谈谈 其实在日本领事馆里有一个特殊的部门 一直负责帝国的情报收集和反间谍工作 武藤 高级 特务机关 很久以前我就想吸收一个可靠的中国人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 直到遇见了你 今天萧军亲手杀掉梵力的老师 总算是和你的过去彻底划清了界限 值得庆祝 小军 欢迎你加入武藤公馆 我们洛杜一松 沐蔓 Ruben 是 你是 你这孩子 already know 跟你说过多少次 对付日本人不要成匹夫之用 方老师的死不是你的责任 当时他一定是看出了日本人的杀心 如果不采取这样的行动 你们所有人都可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 方老师牺牲生命 换取了武藤 对你的信任 也保护了方明和同学们 走吧 这里不宜久离 护峰 对于这次方老师身份暴露 你有什么看法吗 看来学生之中真的有盘督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有什么根据吗 方老师死后 学生们很快被放了出来 有道理 看来日本人想要这个奸细 继续发挥作用 被捕的学生一共有四位 分别是方理 王平安 赵忠义和刘振明 你想了解谁的惊况 目前来看 她的嫌疑最小 但对你的威胁却最大 据说她一直在找你 手拿一把水果刀 游走于上海的街头巷尾 人们都说 她疯了 王平安是现任学联主席 许多学生的爱国运动 都是由她组织的 她是方老师的爱徒 和方敏也以兄妹相成 赵忠义是学校的文学部部长 文采出众 多次用笔名 在爱国杂志社发表反日文章 她和方敏的关系最好 似乎在葬礼后不久 两人就订婚了 刘振明是学校的宣传部部长 口才很好 主要负责动员学生的思想工作 只是性格有些冲动 方老师有事也拿她没办法 我都了解了 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找出叛徒呢 我们以地下党组织的名义分别发信给这四个人 邀请他们参加学生抗日秘密活动 那你打算用什么方式邀请 落款分别写上四个不同的会议地址 动手 快站住 不好 太娘的被摆了一刀 方敏同志 组组织邀请你参加抗日会 地点是南山路十九号 刘振明同志 组织邀请你参加抗日会 地点是古井路五十一号 黄平安同志 组织邀请你参加抗日会 滕美路二沙 赵忠义同志参加抗日会 局服路三十八号 原来是他 我很佩服你居然有勇气 回来复命 领事 我觉得是线人有问题 他应该是地下党 所以故意陷害我们 那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我是地下党 都 都是我 别 别疼 别 别疼 胡队长 怎么样了 我打了他整整一夜 这不招了吗 去打成招啊 这不就是领事要的交代吗 这么说 胡队长是要 胡队长 这个人是我老同学 能不能 让我来送他一程 行 行 行 那剩下的 就交给萧干事了 小小兔 是你 小兔 你 你一定要救我 一定要救我呀 救你 我干嘛要救一个地下党 我 我不是地下党 我和你一样 都为日本人效力呀 我是回忆标的线人 一直以来 我都在给日本人提供情报 风寒中的地下党身份 就是我剑发的 这次我是被地下党用假情报 摆了一刀 你 你可不能上当啊 这么说 地下党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是啊 那你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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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蜂蜜送给你 蜂蜜是我的未婚妻 只要我多劝劝她 她什么都肯做的 小兔 小兔 你喜欢蜂蜜对不对 上学的时候 你就喜欢她了 对不对 只要你救了我 我一定让她给你做情妇 不 有件事 我还是告诉你们就好 什么事 什么事小兔 我 我就是给你写信的中共地下党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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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了方老师身边的内奸 你解脱了 虽然不能像同学们一样 站在方老师墓碑前哀悼 但现在的你 可以尽情地悲伤 用你特有的方式和方老师告别 看出你 piano 陈火 陈火 大司机 伊尊 海 据说 是小兔亲自动的手 小兔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